大帐外已是暮色似合,天光朦胧 舒亚男仔细辨明方位 然后躲着灵星的守卫 往帐篷稀少处急行 刚走出没多远 突然与一个撩连而出的瓦斯女人 差点撞了个满怀 两人都吃了一惊 舒亚男正欲将这女人拿下 却听他用蒙语友好的问道 你是别的部落的吗? 我以前好像没见过你 舒亚男这才醒悟自己 穿着瓦斯女人的服饰 朦胧中对方还没认出自己的身份 他连忙用蒙语答道 是的,我是朗多王子 从南方带回来的女人 许久不见朗多王子回来 所以出来随便走走 为了更好的颠覆帝国 舒亚男在向静无双学习签述的同时 也苦学了蒙语 虽然还不算熟练 但一般交流也没多大问题 那女人也没怀疑 向不远处一指 四王子正在大帐中与大汉一事 你顺着这条路去吧 舒亚男连忙告辞 向不远处那座大帐走去 走的几步他正欲望旁躲 却发觉那女人在好心地目送着他 大概是怕他走错 还不住指明方向 他只得硬着头皮一步步走向大帐 直到那女人的身影被帐篷挡住 他才闪身避在隐秘处 此时离大帐已只有几步距离 看那女人还在原地张望 他只得从大帐后面绕过去 以便躲开他的目光 他刚前行到大帐后 帐内一个熟悉的声音立刻引起了他的注意 那是四王子朗多的声音 此刻他的声音异常激动 正大声说道 俯汉 咱们若与魔门结盟 那是对大明背信弃义 咱们刚与大明签订合约 立刻又与魔门联手对付大明 如此反复无常 定会让天下人笑话 帐中有人阴阳怪气地说道 四弟 你是想娶个漂亮的汉女 才坚持与大明结盟吧 大明与咱们可是世仇 不说当年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 将我族先辈赶出了中原 就是咱们退到墨北后 还遭到他儿子朱棣的数度征讨 死伤极其惨重 这等血海深仇 你不会就忘了吧 咱们就算与大明签订合约 也不过是一时的权益之计 只要时机成熟 随时可以撕毁 如今魔门重入中原 正是咱们报仇的大好时机 像那魔门门主寇宴一代枭雄 他除了联合咱们瓦次 另外还派人再联络 窝寇魁首东乡平野狼 届时咱们东有窝寇相助 内有魔门座内应 问鼎中原指日可待 二王兄 魔门与大明 哪方实力更强 朗多高声质问 那二王兄立刻答道 这还用问 大明拥有千万子民 百万里江山 自然不是区区几万魔门教徒可比 既然如此 咱们不与强者联盟 却与弱者携手对抗强者 这岂不是自取灭亡 朗多问道 那二王兄有些气急败坏地道 四弟这是在长他人稚气 灭自己威风 大明国土虽广 子民虽重 但全城弄权 官力贪腐 就连小小倭寇都对付不了 可见其根子已烂 只需一点外力 就能将之推倒 根本不是想象中那般强大 你错了 朗多沉声道 这次我出使大明 特地游历了许多地方 对大明的国力多少有些直观的了解 就拿那倭寇来说 大明有瑜伽军镇守江浙 与拜倭寇 使倭寇不敢踏足江浙两手 大明虽有不少问题 但基础还在 实力实在不可小觑 咱们若与魔门结盟 逝去的是一个富裕的盟友 却多出一个实力强大的敌人 大明本来就是咱们敌人 大明国土辽阔 富庶天下 不会基于咱们这漠北贫瘠之地 怎会是敌人 就因为他富 咱们才要巧 好了好了 你们都别争了 一个沙哑苍老的声音 打断了两人的争吵 只听他沉声道 为父已拿定主意 与魔门结盟 共谋大明江山 你们退下吧 扶汉 朗多似乎还想争辩 只听那苍老的声音 不耐烦的喝道 你想取那汉人郡主为妃 为父已答应下来 难道你为了个女人 竟不顾整个瓦次的利益 别再说了 给为父退下 账中沉默片刻 才响起了退出的脚步声 几个人方才虽然说的是蒙语 舒亚男也听明白了十之八九 他从藏身之处向外望去 就见朗多垂头丧气地 从账中出来一脸沮丧 舒亚男无意间得闻如此大事 心中不禁犹豫起来 沉吟半少 他俯着小父对那小生命 巧声道 小云香 大卫娘办完一件大事后再走 也算不辜负千门前辈的栽培和重托 他悄悄从原路返回 依旧从账后的缝隙钻入账中 将那道划开的缝隙遮好 朗多已撩连大步进来 他没有注意到舒亚男已换了身衣裙 只垂着头满脸沮丧 舒亚男面带微笑迎上去 柔声问 怎么了 有什么不开心 这一路上朗多还从没见过舒亚男如此温柔 顿时受宠若惊 心中也就越发愧疚 不禁低头色声道 亚男 我对不起你 干嘛这样说 舒亚男笑问 见朗多欲言又止 他柔声道 咱们激将成为夫妻 有什么话不能说 如果你信不过我 又何必要娶我 朗多犹豫片刻 终于溃然道 富汉打算撕毁与大明的合约 转而与摩门结盟 共谋大明江山 此事我无力阻止 实在愧对大明和你 舒亚男早已知道这一劫 不过却故意装出几分惊讶 跟着又不以为意的笑道 我还以为多大的事 原来是这样 殿下不必为此烦恼 就让他们与大明翻脸 与摩门结盟好了 朗多有些吃惊的抬头望向舒亚男 你不为大明担心 有啥好担心的 舒亚男哈哈大笑 大明的国力你又不是不知道 再说朝廷对瓦茨又不是没有防备 早就派有精锐重兵驻守边关 若瓦茨有被约之举 立刻就要挥师北伐 那些主战的将领早就想平均弓往上爬 若不是朝廷约束 只怕已在北伐的路上 我不为大明担心 倒有些为瓦茨担心 合约一会 瓦茨拿什么来抵挡大明精锐 朗多文言汗如雨下 当年大明永乐皇帝数度挥师 征讨瓦茨 将瓦茨人打得一路北逃 闻风丧胆 如今永乐帝虽死 但大明军队威风尤存 令瓦茨人不敢轻易冒犯 朗多不由己地连连搓手 不住自问道 这可如何是好 这可如何是好 树亚男叹了口气 自愿自意道 我如今再给殿下 也就是瓦茨的人 也不向瓦茨遭此大难 你若有决心有魅力 与魔门的结盟倒也不难阻止 朗多忙问 如何阻止 树亚男眼中渐渐闪出逼人的寒芒 声色从容地说道 杀了魔门使者 与魔门的结盟自然烟消云散 朗多文言将在当场 脸色阴晴难辨 树亚男 见状怨恨恨 男子汉大丈夫 行事当不拘小节 当断不断 必受其乱 朗多迟疑两酒 终于一声轻呼 来人 一个猎豹般的人影 从帐外闪入 却是书亚男以前见过的八折 朗多对这个忠心耿耿的随从 陈生问 八折 我以前带你如何 八折忙道 殿下带小人恩仲如山 小人这条命是殿下所救 殿下便是小人的再生父母 朗多满意地点点头 陈生道 现在有一桩冒险的差事 十分凶险 不知你敢不敢做 有何不敢 八折坦然道 无论上刀山还是下火海 殿下只管吩咐 不用上刀山 也不用下油锅 朗多淡淡道 我只要你把魔门使者的人头提来见我 八折脸色微变 他知道利害关系 杀魔门使者不难 难的是坏了可汗的大事 可汗对朗多这个宠爱的儿子 最多则打一顿 自己却难逃一死 他脸上涌出一丝悲壮 坦然点点头 殿下就等着八折的好消息 说完转身出仗 决绝而去 朗多心神不宁地在仗中来回踱步 眼里满是焦急 也不知过得多久 一阵旋风突然刮起仗帘 八折手提利刃闪身而入 将手中一颗血肉模糊的人头 扔到朗多面前 沉声道 照殿下吩咐 八折不如使命 太好了 朗多鸡掌赞叹 心中一块石头落地 他听听账外动静 然后对八折小声吩咐 你先找地方隐蔽 带我拿着人头去见富汉 说着提起人头 大不出仗而去 带朗多与八折离去后 舒亚男输了一口长气 扶着小富对腹中的孩子暗自道 小云香 咱们已对得起千门前辈的栽培和重托 现在 微娘要带你去找你的爹爹 咱们立刻就走 从账后的缝隙中钻出大帐 外面已是星月朦胧 他凭着记忆 捏手捏脚地前行到拴马庄前 悄悄地解下了一匹快马 此时大帐方向突然传来一阵骚乱和嘈杂 想必是朗多先斩后奏 沙摩门使者的行动已经暴露 剑瓦刺守卫的注意力 全都被大帐那边传来的骚乱吸引过去 舒亚男这才将马牵出营地 来到外面的大草原后 这才翻身上马 借天上的北斗七星辨明方向 然后向着东南方 纵马绝尘而去 天明时分 受过鞭斥的朗多被几个随从抬回了大帐 见仗中空无一人 牛皮大仗后方却有一道尺多长的缝隙 直通仗外 他立刻就什么都明白了 正好八折悄悄进来探视 朗多双目赤红地摘下自己配刀扔给他 四声道 无论那女人逃到了哪里 你都给我将她带回来 若不能带回她 就给我带回她的尸体 八折领领而去 朗多突然浮倒在地 发出了狼一般压抑的哭号 鸣鸣而行的马车突然停了下来 正在车中研读屡试伤惊的云香 从数千年前 吕不韦精明的商道论柱中 豁然惊觉 连忙众没从车帘缝隙中往外望去 就见外面街道上挤满了人 都在围观着什么 他便问 小博 外面是怎么回事 车怎么停了 赶车的小博在外答道 好像是有人贴出了招贤宝 引得百姓围观 将街道也完全堵了 咱们暂时无法通过 云香推开身旁堆着的各色书籍 坐直了身子 这些书是他从各地搜罗到的各种野史怪谈或旁门经典 也是他枯燥旅程的凉拌 看书能让他暂时忘掉人世间的烦恼 也暂时忘掉对那个爱恨难分的女人的思念 云香割下手中的与世伤惊 好奇地撩起车帘向外望去 就见那赵贤旁斜对着马车窗口 从车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榜单上的大字 齐家庄庄主齐乐天 告天下能人异事 今有独子齐小山玩猎豪赌 语教不改 无计可施 不得以张榜招贤 谁若能借出儿子独隐 愿以五千两文银筹谢 云香正在细看 就听前面的小伯笑着嘀咕道 这败家子不知输掉了多少家财 才逼得他老爹不得不下这么大的血本 以当时的银价 普通人家二三十两银子就够一年的开销 五千两确实是一笔罕见的巨款 难怪引得那么多人为官 不过却不见有人接绑 只听人们在七嘴八舌的议论纷纷 齐老爷的赏银又提高了五倍 不知还会不会有人接绑 我看悬 那齐家公子豪赌也就罢了 却偏偏还有一副好身手 上次接绑却劝他戒赌的周不投 都被他打了个半死扔出来 除了不明鄙夕的外乡人 谁还敢去惹那个小霸王 从众人七嘴八舌的议论中 云香渐渐明白了事情的原委 他望着招贤榜沉吟良久 突然对小伯道 小伯却将那榜替我接了 小伯有些意外 公子 咱们管这闲事干吗 再说你精于赌道 却未必善于劝人戒赌啊 云香叹了口气 这次河南之行 把咱们积蓄多年的家底全掏空了 我要再不想法挣点钱 咱们不都得喝西北风 再说现在寄生堂的摊子 突得那么大 没有钱维持怎么行 这屡是商经 倒是以前生前 经商牟利的盛点 只不过也太慢了些 对本钱的要求也太高 难得今日遇到此事 咱们何不去试试 成了就大赚五千两 不成最多让那恶哨痛揍一顿 滑得来滑得来 用吕士商经上的话来说 就是利大嫌小 可以一搏 小伯还想劝阻 明珠以鼓掌欢呼起来 好啊好啊 这一路云大哥就只埋头看书 都快闷出兵来 难得有机会活动活动 就当舒展一下筋骨 千门公子出马 什么是不守道勤来 小伯无奈 只得挤过去接下榜单 在人们或惊诧 或好奇的目光中 赶着马车 绝尘而去 马车走得多时 人们又在议论纷纷 又是个不知死活的外乡人 这下有好戏看了 有好事者 幸灾乐祸地笑道 我这就去通知齐公子 大家等着看好戏吧 人头攒动的富贵赌方中 齐小山面前的筹码已堆成了小山 看起来手气正红 此刻他正扣着排酒 紧张地用手指头细细品扎 英俊的脸上眉头紧锁 汉珠引然甚出 就在这时 一个混混模样的汉子挤入人从 对齐小山笑道 齐少爷 今日又有人接了齐老爷的榜了 通杀 齐小山一声大吼 将手中排酒傲然翻开 在几个对手沮丧的目光中 他边将赢得的筹码自己码好 边写是那混混问道 是哪个不开眼的混蛋 说话的同时 扔了一个筹码给那送信的混混打扫 那混混接过筹码 顿时满脸堆笑 是个路过此地的外乡人 那马车咱们以前也没见过 借榜的是赶车的奴仆 整主儿倒没看到 再去帮我打探 来了通知我一声 齐小山说着大声招呼挤的对手 不管他 大家继续下注 少爷我今天要大杀四方 赌局再继续 齐小山一边推着排酒 一边等着那不知趣的家伙 送上门来挨揍 可惜左等右等不见踪影 他很快就将这世望的一干二净 全副身心投入到方寸间的搏纱之中 赌方一天十二的时辰都在营业 专为豪客设置的贵宾厅中 四周不设窗户 完全靠几盏大功灯照明 也没有铜壶低漏记录时辰 置身其中能让人完全忘记天日的变化 可乐饿了又是你随时供应酒水糕点 困了隔壁就有红霄杖软玉床 甚至还有美激事情 总之一句话 只要你身上还有钱 赌方会想尽一切办法 让你忘记时间的概念 齐小山的对手已换了一批又一批 他面前的筹码已完全对不下 换成银票后也塞满了一兜 他从未赢过这么多钱 终于赢得有些厌倦了 正欲离开 就见一个衣衫锦绣的富贵公子 是诗然坐到了他的面前 齐小山见着富贵公子是个生面孔 心中有些警惕 提醒道 我今日已经赢得差不多了 公子既然坐了下来 我就再陪你赌三把 每把一百两 无论输赢 三把一过 咱们就改日再来 没问题 发牌 富贵公子倒也爽快 套出张银票交给赌方的伙计 换成了三个百两的筹码 然后将一个筹码扔到中央 齐小山马里滴马牌弃牌 然后打投资分牌 今日他已赢够 所以对这一百两银子的输赢 也没怎么放在心上 不过手期望的时候 谁都挡不住 没想到三把下来 他的面前又多了三百两银子的筹码 呵呵 看来今日赌神菩萨在照着我 可惜我已赢够 咱们改日再来 齐小山拱手与那富贵公子告辞 那富贵公子追江出来 舔着脸小声道 公子赌计精湛 令人佩服 不知可否交个朋友 好说好说 齐小山边敷衍 边来到赌方门外 正准备交辆马车回家 就听那富贵公子叹道 公子这赌计 放在富贵赌方这样的小场子 实在有些大财小用了 也对不起公子这过人的身手 齐小山生出警惕 扫了对方一眼 淡淡道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富贵公子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能在赌桌上长胜不败 绝不是靠运气就能做到 我虽看不出公子的手法 但我坚信公子必非常人 见齐小山面色微变 他连忙笑道 公子别误会 我没别的意思 只是想请公子帮个忙 什么忙 齐小山心中越发戒备 只见富贵公子满脸诚恳的小声道 最近我常在湖州一个大户家中玩 那里都是些南来北往的大商谷 赌得也大还都是些不开事的 本来我是想去捞点零花钱 谁知技术不到家 钱没赢着 到输进去不少 所以才想着找个高手帮忙 我见公子在赌方的气派 便知遇到了高手 所以想请公子帮忙 湖州离这里不过百里之遥 却是巨商云集的繁华所在 仅次于扬州 金陵等名城 对那里的私人厂子 齐小山也有所耳闻 不过他知道自己完全是九赌成精 自学成才 只能在这小县镇上 骗骗土财主 他连忙白手道 这位公子误会了 我赌钱一向靠运气 再说我也不习惯去私人场合 富贵公子连忙道 公子何必自迁 就先去看看如何 如果觉得没有把握 我也不敢要公子出手 如果觉得是有可行 咱们再商量 一切费用皆由我来出 输了算我的 赢了咱们一九分账 你看如何 齐小山吃一道 去看看岛也无防 万一咱们失手会怎样 另外四人场合 赢了钱拿不拿得走 那也是一个问题 这个你倒不用担心 富贾公子面有的色的笑道 不妨给你透个底 我姐夫就是湖州之府 看场的打手 有些还是衙门的不快 你说 咱们能不能拿走 那些玩家 都是做大买卖的商骨 他们不敢 把咱们怎么样 齐小山想了想到 那你等 我先回一趟家 明日一早 我跟你去看看再说 他不是傻瓜 身上揣着几千两银子上路 不被人打劫才怪 他打算只带几十两银子 去看看热闹 就当去湖州玩一趟 成不成再说 富贾公子拱手道 那我明日一早 就到这里来接公子 小弟姓林 在湖州 也还算得上一号人物 公子有用的这个地方 尽可开口 在下齐小山 林公子多多关照 齐小山打了个哈哈 拱手告辞 这时他并没怎么放在心上 只想着回去后 怎样应付老爹的责骂和愤怒 还好 家中显得比较平静 齐老爷对这个 是赌如命的儿子 似乎早已死心 只要他不偷家里的古丸 去编卖丑赌资 齐老爷也就懒得再过问 齐小山捏手捏脚地回到自己的房间 见新婚不久的妻子早已睡下 也就没有惊动他 只悄悄将迎来的银票藏在隐秘处 然后在他旁边躺了下来 其实齐小山还不到娶妻的年龄 不过齐老爷为了戒掉他的毒瘾 提前给他娶了个媳妇 只希望有个老婆能管住儿子 不过现在看来 这个愿望也落空了 湖州是江南有名的富庶之地 富商巨古云集 当齐小山随林公子来到这里时 不禁为他的繁华倾倒 林公子先在湖州最豪华的酒楼 为他接风洗尘 之后便叫上一辆奢华的马车 将二人拉到郊外一座华丽的庄园 据林公子介绍 这庄园的主人是湖州大丝绸商周老板 因生意上往来的朋友很多 所以就在庄园中设局供大家玩耍 他本人倒不怎么参赌 只是象征性地抽点水钱 以维护庄园的日常开销 这里往来的都是江南实力雄厚的商骨 没熟人介绍 寻常人就算有钱也进不来 随着林公子来到庄中 经简单的介绍和寒暄后 齐小山便随林公子来到后院的厢房 只见几个满脸红光的富商正在玩排酒 几个人不像赌场中那些赌客一般紧张 紧接悠然自得地边玩边聊 见林公子带齐小山进来 有人便操着巴蜀一带的口音笑道 林公子前几天疏痛了 今天就带帮手来翻版了缩 哪里 我这表弟久仰几位大名 特地来开开眼界 林公子说着向众人介绍齐小山 原来几个富商来自全国各地 进到湖州来进丝绸 顺便到周老板这里来玩玩 打发一下旅途的寂寞 按照事先约定 齐小山装出木讷的模样 只在一旁伺候林公子玩 林公子掏出一碟银票 数也不数便递给一旁的伙计 全换成筹码 伙计片刻后捧了一堆筹码过来 林公子便坐上了赌桌 几个人边推排酒边聊天打趣 说的都是商场上耳鱼我诈 低买高卖的购档 全部将赌桌上的输赢放在心上 齐小山看得半少 渐渐放下心来 几个富商手法笨拙 赌计生疏 要放在外面 就是挨仔的羊骨 齐小山看得多时 渐渐有些手咬 可惜身上只带了几十两散碎银子 大约是不够上场的 见林公子已输了不少 他便目视对方 这是他们约定的暗号 如果他觉得有把握 便示意林公子让他上场 林公子心神领会 突然推排道 不好意思 你们玩着 我去探茅厕 说着向齐小山示意 小山 你帮我推两把 我去去就来 齐小山连忙白手推辞 但经不住几个富商的劝说 只得勉强坐了下来 坐庄的是个肥头大耳的巴蜀富商 边发排边与齐小山开着玩笑 片刻间几个人已玩了十几把 互有输赢 由于是闲家 齐小山的本事一点也使不上 只得老老实实靠赌计和观察力 小赢了几把 片刻后 林公子回来 便立在齐小山身后观看 此时已是深夜 几个富商哈欠连天 异性阑珊 众人相约明日再来 然后纷纷告辞 林公子出门时 将筹码换成银票 信手点了点 庆幸道 还好 今夜只输了六七千两 六七千两 齐小山吓了一跳 不禁问道 多少银子一把 林公子解释道 最小的马是一百两 最大的马是五千两 齐小山又吓了一跳 家乡最豪华的富贵赌方 最大的马才一百两银子 没想到这里最小的马都是一百两 林公子耐着性子解释道 这些大商日进抖金 一晚上输赢几万两对他们来说过根本不算什么 咱们若能小搞他几把 几天下来赢个七八万两都不险山露水 齐小山不禁咽了口唾沫 两眼渐渐发光 林公子察言观色 巧声问你有没有把握 齐小山点点头 应该没问题 不过我得做装 我不马排七台打头子 在高明的手法也是白搭 没问题 林公子欣然道 明天我拿一万两银子给你做底 一万两 齐小山吓了一跳 林公子不以为然地白了他一眼 我出钱你担什么心 输了算我的 赢了咱们一九分账 第二天白天 齐小山就在林公子的住处养精蓄锐 天一擦黑 依旧由林公子带到郊外的那座庄园 二人到后没多久 昨日那几个富商也陆续赶到 大家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了半晌 这才摆开战场继续搏杀 输了好几天 今日我要做装翻本 林公子抢着将一万两银票扔在桌上 毫不客气地抢占了庄家的位置 几个富商笑道 林公子输急了 就让你一回好了 庄园的伙计 立刻将众人的银票换成筹码 整整齐齐堆在个人的面前 这里的规矩是庄家拿出一万两的筹码做底 赢到二万两以上才可以将筹码换成银子 或继续做装或下装 如果输到不够一万两银子的底 就必须再拿银子出来凑够一万继续做装或直接下装 而闲家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叫庄家的底 也就是赌装家捉上所有的钱 一把订输赢 大家来来往往也不知晚了多久 林公子终于打着哈欠对一旁看牌的齐小山道 你帮我玩几把 我歇歇手 齐小山稍作推辞便欣然上阵 刚开始她还有些紧张 不敢搞假 见林公子故意与几个富商说笑 引开了众人注意 她便趁着弃牌的刀将天牌藏在了牌尾 这是她拿牌时必须经过的路线 在拿牌的瞬间 她已经掀起牌角偷看了自己的牌 然后是情况在决顶换不换牌尾的天牌 这是她从赌场老千那里学来的手法 每次拿牌的手扣着牌经过牌尾时 她都能巧妙地用掌心的牌将牌尾埋下的天牌换出 这一招她练得十分娴熟 不是内行根本看不出来 就算是内行 要想抓她的现行也千难万难 凭着这一招 她很快就扳回了气势 筹码渐渐在面前堆起老高 看看一万的作敌 已变成了两万多的筹码 林公子向她折个眼色 她依依不舍地割下牌酒 对林公子道 表哥 还是你来吧 我憋不住了 林公子也不推辞 上去接替了她的位置 带她从毛侧回来 林公子已收起筹码 那把鼠富商率先推了牌酒 有人退场 其他几个也异性阑珊 纷纷退牌告辞 林公子将筹码换成银票 与众富商一同离去 在门外登上各自的马车后 林公子将几张银票塞给齐小山 干得不错 一共赢了一万二千两 出去抽头 这是你应得的分成 齐小山呆呆地接过银票 她没想到自己分文不出 竟也有一千多两的报酬 这些富商输赢上万两而面不改色 这才是真正的大富豪 就这样 凭着齐小山的手法 几天时间就为林公子赢了五万多两 而她也分到了五千多两 如果就这样帮林公子赌下去 她可以包赢不输 但每日里与这些富豪大进大出后 她渐渐不满足于自己那点收入 与林公子比起来 自己所得实在太少了 而赢这些养骨的钱实在太容易了 为啥不大胆一点呢 面对整日大进大出的银子 她终于下了决心 我要与你合伙搞 当她终于鼓起勇气说出这话时 林公子有些吃惊 提醒道 你要想清楚 万一失手 你拿什么来赔 林公子眼神中那种轻视 刺痛了她的神经 她拿出这几日分得的五千两银票 摔在桌上 咱们一人出五千两 做本 赢了平分 不然本少爷就不干了 林公子见她态度坚决 只得无奈答应 那好 就依你 很久没有过这种刺激的感觉了 这让齐小山十分兴奋 虽然那些富商中多了个新面孔 她也没怎么在意 眼看面前的筹码就要达到两万 那个新来的富豪突然将筹码全部推入场中 但然道 庄家的敌我叫了 齐小山有些惊诧 前几天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她都差不多都忘了这规矩 只得硬着头皮马牌弃牌 同时目视林公子 林公子也有些诧异 大约没料到有人会孤注一掷 齐小山洗牌时将天牌压在掌下 然后马在牌尾 之后打头子分牌 手法丝毫不乱 那牌瞬间窥见手中 牌面不大 她巧妙地将牌尾的天牌换了给过来 这下牌面一下子大了许多 已经十拿九稳了 不过今晚的好运似乎一下子到头了 开拍一看 她杀了另外几个闲家 却偏偏输给了孤注一掷的那一门 眼看全部筹码转眼一手 她不禁愣在当场 还玩不玩 林公子问道 她略意迟疑猛然咬牙吐出一个字 完 林公子二话不说 将一叠银票摔在桌上 伙计立刻换成筹码 推到齐小山面前 齐小山磨磨额上的冷汗 向众人一招手 来 本少爷继续作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